走进咖啡厅 消费者拿起账单夹 写上一些文字后递给老板 就打开电脑开始创作 这里是东京高原寺的特色咖啡馆 日本名为原稿纸笔咖啡馆 专门让要赶稿的创作者进门消费 因为来这里写稿不值得按时消费 老板还会敦促客人写稿 目标是今天我们写了博物 但我们写了博物记事 三文写成为了赶稿 这家赶稿咖啡厅是今年四月开业 专门为了解稿日期在即 却又喜欢脱稿的创作者而设立 不论是写书 杂志文章 翻译文书 还是文稿计划跟报告等 必须是真的有赶稿需求 才能够进入咖啡厅消费 避免影响店内赶稿者的心情 另外在进入店里之后客人也能要求店家协助敦促 店长也会配合要求 每个小时都跟消费者确认写稿的进度 或是默默走到写稿者的背后 无声地给予交稿压力 加上没有完成目标 就无法结账离开 因此进入店里的消费者都很认真写稿 许多在家工作反而会被家人 电话等杂事打扰的消费者 反而喜欢在这里写稿 咖啡厅内目前提供了自主咖啡 每30分钟收费150日元 要是没办法在傍晚7点关店前达标 那店长依旧会陪着客人写稿 收费还会随着时间累进 因此多数客户在时间压力跟店长的关心下 一般都能够在自定时间内达标 目前店内也有一面墙 专门用来贴上客人完成的目标 让店长很自豪成为支援创作的一环 也期盼这家店能够协助更多人 创作出更多的新作品 工人新闻陈顺变异